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宣布退出調查UGL專責委員會 強調只是為了平時風波 讓委員會可以繼續運作 從新過程中沒有隱瞞和違法 而另一名委員、公民黨黨魁楊岳橋 就表明民主派會繼續追究周浩鼎和梁振英的責任 戴祖兒報導 立法會調查UGL專責委員會 委員周浩鼎未有申報下 將行政長官梁振英修改調查的內容 提交委員會 事件被揭發第五日 委員會下午再開會之前五小時 周浩鼎由民建聯黨團召集人陳克勤陪同之下宣布 已經去信主席要求退出委員會 我這個決定是因為考慮到委員會日後繼續需要運作 以及我希望平息政治紛爭 所以我作出這個決定 我再三重申 我的處理是沒有違法、沒有違規 也沒有任何隱瞞 專責委員會另外一名委員 公民黨黨魁楊岳橋批評 周浩鼎仍然不願意為事件認錯 民主派動議譴責周浩鼎 和彈劾梁振英的計劃會繼續 對於他這個行為本身是否涉及續職 我相信立法會是需要繼續調查下去 也要繼續追究下去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立法會尊嚴的問題 牽涉到一個議員個人操守的問題 更加牽涉到行政長官有沒有干預 立法會獨立運作的問題 這個才是知事體大的事情 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說 下週的一批門會議會處理由委員王國健提出解散委員會 和要求梁繼昌退出委員會的兩項動議 NOWTV記者戴祖賢